大家好,在有了之前课程的基础之后呢 这节课我将带大家使用react来编写一个to-do list的功能 这里我写的react实际上它指的是react.js 这点大家要清楚 打开我们之前的代码 在这里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实现一个to-do list的功能 那我们还要开启我们的教授架工具对应的服务器 在命令行里面我们进入到to-do list这个文件夹 运行npm run start回车 它会提示我们现在其实3000端口上已经启动过一次这个项目了 所以呢我们不需要重新启动 大家可以看到之前我已经启动过一次 所以我们直接通过localhost3000就可以访问到之前hello world的这个页面 接着我们来编写代码 我们先打开index.js 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我引入了一个app组件 那这里我可以换一个名字 把这个app组件换成to-do list这个组件 那么呢我们也可以把app.js先删除掉 我们从头重新开始写 现在我们呢就是一个index.js这样一个入口文件 然后呢我去引入to-do list这样的一个组件 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当前目录下的to-do list这个文件里面 OK 然后当我引入这个组件之后呢 我希望把这个组件显示在页面之上 所以我把app替换成to-do list 保存 到页面上我们刷新 你会发现根本就不好用 因为呢你现在压根就没有to-do list这个组件的实现 所以在src目录下我们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什么 叫做to-do list.js 这个to-do list.js实际上和我们这部分的内容是相对应的 我以前也说过 如果你后面不写.js 交手架工具会自动的到你的src目录下 帮你去找你js为结尾的这种文件类型 好 回车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to-do list.js这样的一个文件了 还记得我们怎么定义一个组件吗 首先我们要import react 还有component from react 接着我们呢 创建一个组件 通过class to-do list extends component 这样我们就创建了一个组件 那组件显示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通过render函数来进行返回 这里大家一定记得要加return 这里加一个口号 使得我们可以在多行里去编写这个 jsx的语法 我们叫to-do list 保存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定义好了一个to-do list的组件 当然你写好了外部并没有办法去使用它 为什么呢 你这个组件外部引用对应的这个组件 那么如果你引用 就需要你这个组件必须把自身导出出去 外部才可以引用 那么导出大家还记得怎么导出吗 我们用export default to-do list这个组件 给它导出出去 这样的话我们的代码就算写完了 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上来看 刷新 to-do list就展示出来了 好 紧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编码 我们做一个to-do list 大家可以看到这块它的这个tab符号占四个空格比较长了 所以在sublum里面我们可以把tab调整成两个空格 这样的话文本会偏左去显示 看起来会更紧凑一些 这里我不让它只显示一个to-do list 我让它显示比较多的内容 在这里我可以让它显示一个 大家看啊 第一行我让它显示一个input框 右侧呢再显示一个button 提交 保存 然后我们到网页上来看一下 在这里 我们呢就可以看到一个input框和一个提交的按钮 那很多同学呢可能还不知道to-do list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那我这里呢给大家打开一个网页来看一下 好 to-do list就是这样一个功能 我呢先把它都删除掉 在这儿我可以添加一些内容 点击回车 这就是今天你要干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你要学英语 回车 它就可以加到这个列表里面 然后呢你还可以把它从这个列表里面给它删除掉 我们就简单的做这样的一个功能 刚才呢我们已经写了一个input框 然后呢有一个提交按钮 接下来呢我在下面再做一个列表 我们在这里输入内容点击提交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内容显示在下面的列表里面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to-do list功能 好继续编码 那么下面呢我就要做一个ul这样的一个列表 里面我写几个例表签 大家看是不是和我们之前写的一些代码很类似啊 这里呢写学英语 再写一个learning react 好保存 我们到页面上来看啊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我把它变小 这个时候页面上就报错了 它说jsx元素出现了问题 那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在jsx的语法里面 我们要求一个组件 render函数返回的内容 外层必须有一个包裹元素 那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return的这个内容 它外层呢 最外层的元素有两个 一个是div 一个是ul 这个时候呢 就违反了react里面的这个jsx语法的要求 它要求render函数返回的内容 必须整体被包含在一个大的元素之中 所以你需要在外层加一个div 好保存 然后我们到页面上来看 这个时候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 to do list里面的内容都显示出来 好 那么我们查看一下元代码 大家呢可以看到 在这个div和ul的外层 多出了一个div标签 那有的时候啊 我们在做一些比如说flex布局的时候 其实呢我们就希望它怎么显示 就希望它顶层元素就是一个div 就是一个ul 不要在外层再帮我套一个div了 可是jsx语法里面 哎没办法 你就得在最外层包一个元素 那如果我想在最外层包一个元素 同时呢这个元素又不被显示出来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 在react16的版本里面 react提供给我们了一个叫做fragment的站位符 好 大家呢可以从react里面去引入一个东西 叫做fragment 然后呢我们用fragment来替代最外层的这个div标签 保存一下 我们再回到页面上来看刷新 首先它不报错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div和uul最外层的那个div元素 它就没有了 直接就变成最外层的这个id等于root的挂载点了 所以呢通过fragment这样的一个站位符 我们可以解决之前说到的一个问题 可以让外层的那个标签隐藏掉 好继续 我们说现在呢我们只是构建了一个简单的页面 我需要实现一个功能 实现什么功能 点击提交按钮的时候 我可以把对应的内容添加到下面的列表之中 那这部分的内容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放在下节课来讲解 这节课呢先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大家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